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到底是因为疏忽还是有意为之呢 首先我们完全可以把疏忽排除在外 这太不是司马光的风格 但如果说有意为之也不对 因为有些史料在宋朝还看不到 而司马光手里的相关史料 要么语焉不详 要么一斗重重 要么太像短子 我们先来谈谈司马光看得到的材料 首先就是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也叫吕蓝 是战国末年的书 当时秦国丞相吕不威 网络天下人才 完成这部政治哲学剧著 书名虽然带有春秋两个字 貌似这是一部史书 但书中谈到的历史 都是作为说明观点的论据而出现的 战国又是一个游士乱窜的时代 游士们经常为了说明观点而编造论据 学术风气很坏 这就导致后人读战国文章 比如吕氏春秋的时候 对里边的史诗问题 必须怀有适度的谨慎 吕氏春秋的内容 按照主题分门别类 比如下贤一章 讲的都是历代君主李贤下士的故事 借此说明李贤下士的缘故 方法和意义 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故事 主人公就是魏文侯 这个人咱们讲到过 此事通见正文开篇的第一句话 出命靖大夫 魏斯召集 含钱为诸侯 这位魏斯就是魏文侯 魏国的第一代国君 由周威烈王亲自任命 吕氏春秋夏贤提取出魏文侯 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片段 他很像一个看人下菜碟的人 去见尹氏 断干木的时候 公公静静的站着 站累了也不敢休息 但回来 见自己手下的众臣翟皇的时候 怎么舒服就怎么做 当然 所有舒服的姿势 都是很失礼的姿势 翟皇不高兴了 认为主君怠慢了自己 这就引出了魏文侯的一番 高明见解 魏文侯说 人家断干木是个隐士 我请他做官 他不干 我给他俸禄 他不要 那我还能怎么办呢 还不是只能给他礼遇了吗 你就不一样了 你想当官 我请你做首相 你想要钱呢 我给你最高级别的待遇 你都拿了我这么多 实实在在的好处 还想让我恭敬起来 给你礼遇 这就太过分了吧 故事讲完 马上就做总结 魏文侯就是这样一位 李先下士的君主 所以才能在连堤 打败楚国 在长城打败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君 来抓了起来 献给周天子 因此得到了周天子的重赏 得到的是怎样的重赏呢 原文是 天子赏文侯以上文 但上文到底是个什么 祝世家各执一词 不过更重要的是 魏文侯连败 齐楚两大强国 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是真的吗 如果是真的话 为什么战国策和史记里边 都不见记载呢 好 我们再看一部书 西汉年间成书的淮南子 这部书是淮南盲刘安 组织门客编撰出来的 和吕世春秋一样 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 政治哲学剧著 它原先的名字叫弘烈 基本上就是天理昭彰的意思 汉武帝建元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139年 刘安入朝 把这部书呢 献给了汉武帝 到了西汉末年 刘相教队皇家藏书 把弘烈改名淮南 所以后来有人叫他 淮南弘烈 也有人叫他淮南子 淮南子的编排方式 和吕世春秋一样 按照主题分门别类 其中有一章叫做人间训 论述人间或福的复杂性 谈究这复杂性背后的深层原因 它的论述方式 也和吕世春秋一样 用不同的历史故事 说明不同的道理 至要像韩赵卫三家要地的事情 就被收录在这一章里 为的是说明 是或夺之而反与之 或与之而反取之的道理 其实就是欲取先语 欲擒故纵的权谋 任坚训讲过一件和我们的主题 高度相关的事情 为的是论证这样一个道理 有时候远离 反而亲近 靠近反而疏远 有的人意见正确 被领导采纳 本人呢 反而被领导疏远 有的人意见错误 没被领导采纳 本人反而得到领导的器重 发生在齐国的一件事 充分展现了这个貌似荒唐的现象 韩赵魏联合起来进攻齐国 包围了齐国的平路 齐国内部开始商议对策 主要人物有三个 执政官牛子 参谋官阔子和吴亥子 阔子首先给出了一番分析 韩赵魏三国和我们齐国并不接壤 他们跨过邻国来围攻我们的平路 就算打下来也没法保有 根本得不到什么实惠 所以他们这么做 应该不是为了利 而是为了名 这样看来 只要让我们的国君去求和 事情就很好解决 吴亥子不以为然 他的看法是 我听说为了救国 既有割地求和的 也有毁家疏难的 就是没听说 有为了保住边境上的一点土地 就劳烦国君出去遭罪的 两种意见 水火不容 这就考验领导人的判断力了 最后 牛子用了阔子的方案 果然仗不打了 平路也保全下来了 照理说 牛子以后会更加倚重阔子 疏远吴亥子 但事实刚好相反 这是为什么呢 淮南子归结出一个重要的道理 阔子的思路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事不对人 吴亥子的思路是中军的思路 对人不对事 领导最看重的品质 就是忠诚 下属只要够忠诚 能力和智慧差一点 完全无所谓 我们抛开淮南子的人生哲理 只看史料部分 韩赵卫联合攻打齐国 这件事是真的吗 他和吕氏春秋所讲的魏文侯 在长城打派了齐国 还把齐国国君抓起来 献给周天子 是一回事吗 看上去确实有点可疑 首先就是牛子 阔子 吴亥子这三个人的名字 尤其是牛子 看来是首相一级的人物 为什么在其他史料里 就是见不到他的身影呢 还有接壤问题 韩赵卫三家当中 只有最南部的韩国 不和齐国接壤 赵国和魏国的东部边境 都和齐国接壤 所以阔子的敌情分析 根本就没法成立 如果说 淮南子的这个故事里 有什么可以确定的因素的话 那么至少在这一时期的齐国 国君真的很容易受人摆布 礼崩越坏 上下失序的现象 当然不会是晋国的专属 在齐国也一样存在 下面我们要从史记出发 简单梳理一下齐国的事情 史记记载的齐国世系很特别 一共有两篇 一篇是齐世家 一篇是田径众满世家 这是因为原本江姓的齐国 被田家人篡夺了 虽然国名没有变 但前后其实是两个政权 窃勾者诸 窃国者为诸侯 三家分进在那个时代 并不是特例 在周朝的诸侯体系里 有一个很基本的二分法 同姓诸侯和义姓诸侯 周天子姓姬 同姓诸侯就是周天子的叔伯 兄弟子侄 晋国就属于同姓诸侯 所以周相王拒绝晋文宫请遂的时候 称呼晋文宫为叔父 齐国是义姓诸侯 姓江 始祖就是那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江太公 天子和义姓诸侯通婚 所以称义姓诸侯为旧式 江太公的后人世世代代统治齐国 但权力逐渐被田家架空了 田家人 原本姓陈 祖先是逃亡到齐国的陈国公子陈丸 陈丸在齐国安身之后 不再用原先的姓氏改陈为田 在齐国开支散业 家族影响力越来越大 终于一位名叫田长的族长 垮出了勇敢的一步 杀掉了齐俭公 立齐俭公的弟弟为君 这就是齐平公 田长名义上是齐平公的丞相 实际上齐平公呢 只是他的傀儡 田长的嗜好是成子 史书上会称他田成子 也会用他原来的姓氏 叫他陈成子 我在前辈的内容里面讲过 左传的结尾 卢爱公二十七年 也就是公元前四百六十八年 智瑶统帅靖国军队进攻郑国 齐国呢 法兵袁正 齐国这边的主帅就是陈成子 也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位田长 多灵人者皆不在 这句名言就是他对智瑶的评价 田长死后 儿子田盘接班 按士号称呼的话 就是田香子 唐代张首杰那本史记正义 有一篇侍法解 专门解释嗜好的含义 香的意思是辟地有德 也就是尊从道义 开疆拓土 在你已经熟悉的人物里面 智瑶和赵无序的嗜好都是香 一个是智香子 一个是赵香子 开疆拓土确实都有 至于道义都谈不上 那么对于眼前这位田香子 我们就可以举一反三 有个大体上的判断了 正是在田香子的时代 韩赵魏三家联手杀掉了智瑶 而在齐国这边 田家已经是一家独大了 几乎所有的地方长官都是姓田的人 田香子死后 两船传到天河 这个时候 齐国的国君和宗族 对田家早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但是田家内部出了乱子 一个叫田慧的人忽然造反了 这件事就是三进发起的导火索 详细过程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第一个费的手杀掉了